第二九一章小中央世界的第一天才 狄九一回到星河宗就被换名字叫了过去 狄九 真欲天才大笔还有两年多时间 我听天津玉主说 这次真欲天才大笔进入仙界的名额只有四人 第一名两人 第二和第三名各一人 我决定放弃进入仙界的名额 将机会给显泽 显泽不久前突破到了化真五层 他可以帮我带个兴趣先见 换名字语气有些落寞 狄九疑惑地问道 第四到第十的名额没有了 换名字点点头 的确是如此 天津玉主说 是因为进入仙界的通道极度不稳 无法进入十人 最多也只能进入四到五人 为了让这通道以后还可以用 这次真欲决定只让四人进入仙界 既然如此 你和显泽前辈都可以进去 我相信自己这次第一没有问题 狄九魂不在意 以他现在能对抗狱主的实力 相信获得一个天才大笔的第一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换名字摇了摇头 真欲出了一个化真后期天才 以往真欲天才战的化真参赛者 最多一到两人 这次因为小中央心的开启 估计有四到五人进入化真 而且还都不一般 狄九依然没有在意 五个化真又如何 换前辈 到真欲大笔之前 你能否跨入狱境 狄九忽然问道 他现在是化真四层巅峰 只差一步就可以跨入化真五层 两年时间 他很有可能晋级到化真六层 到了化真六层 他不惧那个什么杰星狱主 若是换名字 能够跨入狱境 那两年后 他底气就更足一些 换名字眼里闪过一丝 黯然 我这辈子也无法跨入狱境了 因为我的寿源即将到 而且血气亏损 能保持修为不变 就算是好事 加上天机阁 也不再是之前的天机阁 也正因为这样 我才将去仙界的机会 给显泽 狄九微微一笑 拿出一个狱盒 递给换名字说道 如果加上这个 我想前辈跨入狱境 就应该足够了 换名字疑惑地打开了狱盒 随即今生叫道 七色盘桃 修真界 如果还有让寿命 即将到了的修士疯狂之物 那必定是七色盘桃 无疑 七色盘桃 号称可以让修士蓄名万年 这个估计有些虚跨 但是七色盘桃 让修士再活千年 那是肯定没有问题 没错 是七色盘桃 前辈有这枚七色盘桃 两年时间跨入狱境如何 狄九笑淫淫地说道 换名字将狱盒抓在手中 手还有些颤抖 有这七色盘桃 不要说两年 就是一年跨入狱境 那又如何 他心里对狄九感激到了极致 狄九给他一枚七色盘桃 可不仅仅是给了他的生命 同样是给了他继续大到的希望 既然如此 前辈去闭关吧 我也需要去闭关一段时间 换名字给他的帮助很大 狄九不会吝啬于一枚七色盘桃 他有一株七色盘桃树 尽管是一棵新树 那树上也有七枚盘桃 被他吃了一枚 给了一枚给换名字 他身上还有五枚七色盘桃 好 换名字心里更是着急去闭关 他猜测狄九的七色盘桃是小中央星的 不过他依然被狄九的气韵震住了 小中央星不知道被搜寻过多少遍 里面的确还有一些隐秘的天然静止 但和七色盘桃这种宝物 就算是有 能得到也是大气韵之人 换名字去闭关 狄九将一些东西交给狄狄后 也开始闭关 星河宗招收了一些弟子 现在主要是显泽在负责 显泽跨入化真五层后 就没有继续修炼了 从化真五层到化真六层 那根本就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跨过的 他想要在紧默双回来之前 将星河宗发展起来 也算是帮一下狄九 修真无岁月 狄狄狂在修炼的时候 星河宗也是以最快的速度在发展着 星河宗有八条极品灵脉 哪怕宗门底蕴弱了一点 只要进入宗门做够了任务 留在宗门里面 修炼也比外面强得多 不仅仅是狄狄闭关修炼 小中央世界 很多修士都一样开始闭关修炼 只是到了五鹿道塔开启的时候 各大宗门的天才修士 才纷纷出来 五鹿城的五鹿道塔广场 再次热闹起来 这种热闹 比起当初小中央星广场 半点都不弱 几乎所有有资格的修士 都想要在五鹿道塔 寻找一些机缘 小中央星才关闭几年时间 所有的修士都看得清楚 当初能进入小中央星 并且出来的修士 哪一个不是获得了天大的机缘 就是当初和红鹰少爷认识的 那个散修福彻 都在不久前 跨入屁海径一层了 浮射的资质 自然不会太好 太好的话 就不会是一个散修 这样一个修士 都能在短短时间 跨入屁海径 可见 小中央星有多少好东西 小中央星 他们没有资格进去 这次五鹿道塔开启 他们无论如何 也不会错过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 这次五鹿道塔开启 狄飞雪 就好像坐上了火箭一般 短短一个月时间 就冲过了第一百层 然后是101 102 要知道 之前登上五鹿道塔最高的 也不过是九十几层 这次狄飞雪 仅仅是一个多月 就进入了102层 还在不断往上爬 以这种趋势下去 这次狄飞雪 很有可能登顶 什么时候 五鹿道塔 爬起来这么简单了 敖黄在知道狄飞雪 登上102层后 立即就来到了狄飞广场 他来的时候 正好看见狄飞雪 登上了第103层 他的脸色有些难看 他几乎可以肯定 狄酒丢下的狄露道盘 被狄飞雪捡走了 当初他明明用神念 仔细搜过狄飞雪 为何没有搜到五鹿道盘 不但是他没有搜到 舒浩兰和肖吾 也没有搜到 想到 舒浩兰和肖吾 他心里一颤 那星河宗的狄酒 实在是太可怕了点 虚剑宗和昆宗 好歹也是传承多年的九星宗门 此人 居然将两大宗门的 画真强者杀戮一空 换成之前 敖黄必定会在狄飞雪下来后 直接带走狄飞雪 可现在他不敢 他 可是听说敌飞雪和敌酒关系匪浅 甚至敌酒也是敌家后裔 敌飞雪他倒是不惧 那敌酒实在是太可怕了点 舒浩兰和肖吾 只是前车之鉴 思量再三 敖黄决定去联系 烟血仪和沈丰 敖黄 去寻找烟血仪和沈丰的时候 五鹿广场几乎都疯狂了 敌飞雪登上了 第106层 距离108层 只有两层了 第107层了 人群中有人尖叫出声 随即整个五鹿广场 都盯着五鹿道碑上敌飞雪的名字 也许 小中央世界 将出一个真正的天才 那就是敌飞雪 敌飞雪心里也有些激动 他手中的五鹿道则 让他轻松来到第107层 他甚至都不需要和敌酒一样 去感悟每一层的技术法则 仅仅是在第107层 待了一天时间 敌飞雪就跨入了108层 登顶了 108层了 敌飞雪跨入五鹿道塔 第108层的同时 五鹿广场也在惊呼着 这是五鹿道塔 有史以来 第一个登顶的修士 而且还是一个结生镜强者 要知道 最适合登五鹿道塔的修为 是圆魂镜到辟海镜 敌飞雪可是结生镜 敌飞雪登上五鹿道塔 108层的消息 短短时间就传遍了 整个小中央世界 这一刻 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有一个叫敌飞雪的天才 在跨入第108层的同时 敌飞雪就激动起来 这里的灵气 蕴含清晰的天地规则 他在这里修炼一段是假 就有把握 在最短的时间内 跨入结生镜圆满 然后一出去 就可以度化真雷姐 他的激动 很快就冷却下来 按照他得到的五鹿道泽信息 在五鹿道塔的第108层 应该有一枚五鹿印 才是 现在他的神念 几乎渗透了第108层的每一个角落 不要说五鹿印 就是一根杂草 他都没有看见 五鹿道泽是天地之物 敌飞雪相信 五鹿道泽不会骗他 现在这里没有看见五鹿印 那只有一个可能 五鹿道塔 有人先登顶了 还拿走五鹿印 没有五鹿道泽 到底是谁可以先登顶 第292章 谁杀了海王宫宗主 敌九是被换名字叫出来的 按照他的想法 本来他都是化真四层巅峰了 在闭关两三年时间 跨入化真六层 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所以 敌九闭关之前还是很放松的 他先是花了两三个月练丹 刚自己跨入了九品丹王 同时将那一珠冰罗 变成了十二枚真罗丹 花时间去练丹 一个是他刚刚从五鹿道塔 修炼到化真四层巅峰 所以 沉淀一下自己 其次是他想要再去真狱之前 帮耿己炼制出兵罗丹来 兵罗丹是炼制出来了 可惜的是 将近三年时间过去 在换名字叫他出关的时候 他也不过才是化真五层而已 到了化真境 他每 前进一步 果然都是困难重重 换前辈 你跨入狱境了 敌九一看就换名字 就知道 换名字跨入了狱境 不仅如此 换名字看起来 比之前也年轻了许多 七色 盘桃虽然没有让换名字返老还童 换名字的生机 明显地旺盛起来 气息也强壮了不少 这绝对是好事情 你果然是可以看出来 我的修为 我还以为你看不出来的 换名字 哈哈大笑 敌九撇了撇嘴 心说 天经玉主的修为 在我面前都无所遁形 你才遇进一层 也想我看不出来 修为 实在是太自信了一些 修为 进步如何 换名字是真的看不出来 敌九的修为实力 敌九摇了摇头 进步不大 对一般的修士来说 将近三年时间 从画针四层巅峰 提升到画针五层 那已算是天大的进步 对敌九来说 这个进步似乎还真不大 进步不大 也没有关系 我的寿源足够我再进一步 就是这次去不了仙剑 也是还有机会的 换名字 反过来安慰了一下敌九 嗯 敌九的神念扫出去后 立即皱眉问道 敌敌怎么不在星河峰闭关 换名字 呵呵一笑 敌敌的资质 恐怕比你还要强 他才多大呀 就已是屁海境了 我建议他不要继续闭关 他需要出去试炼 耿己跨入了截生境七层 他陪敌敌一起出去试炼了 敌九点点头 不要说耿己截生境七层 就是敌敌屁海境一层 在小中央世界 也是可以立足 换名字说的没错 只闭关修炼 不出去经历一些事情 并不是什么好事 前辈叫我出关 是不是真欲天才战即将开始了 敌九 知道 对换名字来说 真欲天才战 才是最重要的一战 是的 若是你这次真欲天才战 能获得前三 对我们星河宗 是一件天大好事 换名字应道 敌九没有就 前三的事情多说 尽管他干掉了 昆宗和虚建宗的画真强者 在换名字看来 估计自己最强的 还是正道 当初他能干掉那几个画真 也是借助了正道 这种事情和换名字解释 还不如用实际行动 来表示更直观 换前辈 我闭关的这段时间 小中央世界 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敌九岔开了话题 换名字说道 正是有些事情需要和你说 不久前五路道塔再次开启 其中敌飞雪登上了第108层 算是五路道塔的顶层 敌九并没有觉得意外 敌飞雪能登上五路道塔顶层 在他看来很正常 敌飞雪拥有五路道塔的道则 如果不能登顶 那才是怪事 你不觉得震惊 见自己说出 敌飞雪五路道塔登顶后 敌九表现平静 换名字反而有些惊讶了 敌九呵呵一笑 我关心的是 五路道塔还在吗 存在不知道多少年了 怎么会不在 这我就放心了 敌九嘿嘿一笑 语气有些怪异 看样子五路硬被他拿走后 敌飞雪失去了 炼化五路道塔的资格 换名字倒是没有在意 他以为敌九是随便说着玩的 继续说道 倒是有一件奇怪的事情 海王宫宗主敖皇继续建宗 宗主萧无和昆宗的宗主舒浩兰后 被人斩杀在拜夜湖 海王宫宗主临死之前 传回去一个敌字 现在很多人都怀疑 敖皇也是你杀的 只有换名字清楚 敌皇不是敌九杀的 敌皇的死和敌九毫无关系 因为敌九闭关的时候 他一直在外面守着 敌九不可能出去杀了敌皇回来 然后不让他知道 或者说敌九有本事 做到不让他知道 敌九也不会这样做 敌九脸色一沉 他知道敌皇是谁杀的 杀敌皇的人 必定是敌飞雪 敌飞雪这个女人 让他背锅还被习惯了 果然是一个贱臂 到了此刻 敌九彻底明白 敌飞雪和他父亲 敌彩商一脸悲愤 找他的原因了 那不是因为 看他潜力无比 将来能借助 他敌九杀了五大宗门宗主报仇 而是看中了 他背后站着的换名字 敌彩商和敌飞雪这对狗妇女 希望能通过 他让换名字出手干掉五大宗主 特别是敌飞雪这个女人 简直对人心的算计 和把握到了一个极致的程度 尽管他杀书浩兰 是因为保命 杀孝无是因为两股情 被虚剑宗杀了 但不得不承认 敌飞雪的话 也给了自己一定的影响 否则的话 他就不会起意 想要杀敖黄 更不会询问艳穴仪 关于神念搜查敌飞雪的事情 也正是询问了艳穴仪 他才知道 敌飞雪一直在说谎 这敌飞雪和敌彩商妇女 果然都是影帝级别的人物 敌飞雪是不是化真了 敌九平和了心绪 问了一件 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事情 换名字一脸惊讶地看着敌九 好一会才说道 你怎么知道 他的确是化真了 敌九再次问道 真欲天才大比 还有多久 听敌九说起真有天才大比 换名字立即说道 你现在就要去真欲了 我叫你出来 是因为名额的事情 我本来就是天机阁的阁主 天机阁有两个名额 其中一个就是我的 可是我上次去天机阁寻找长销 天机阁居然说 长销不在天机岛 最近我又去找了他一次 长销还是没有回来 我就知道 长销大概是不想 将名额给我了 敌九暗道 自己幸亏有先见之名 从拍卖会弄到 一个真欲天才大比的名额 否则指望老换的话 那可就歇菜了 换前辈 参加真欲天才战资格的事情 我有办法 你不用去寻找名额了 现在我需要去一趟 海王宫 敌九说道 本来这次真欲天才战 他打算让耿己和他一起去碰碰运气的 听换名字说了后 他就知道 耿己去了 想要获得前三的希望不大 既然如此 那索性让耿己不要过去 耿己不去 他身上有一个名额 那就够了 换名字不解地看着敌九 你要去海王宫做什么 海王宫的宗主敖皇 不是你杀的 这件事和你好无关系 至于海王宫会不会找来算账 你根本就不用担心 我已经决定留在星河宗 敌九答道 我虽然偶尔被欺骗 却不代表我愿意背黑锅 我去海王宫主要告诉他们一件事 海王宫的宗主不是我杀的 杀他的人是敌飞雪 或者是他妇女两人 什么 换名字 一脸震撼地看着敌九 海王宫的宗主敖皇 是敌飞雪杀的 这也太离谱了点吧 海王宫 同样是小中央世界的五大宗门之一 在天机阁内乱 昆宗和虚剑宗所有化真 被敌九杀戮一空后 海王宫的地位不减反升 加上传闻海王宫宗主敖皇 还和星河宗的宗主关系不错 甚至还亲自送了礼物去星河宗 所以更多人看好海王宫 将来比龙月雪山和紫雷宗发展好 没想到海王宫的宗主敖皇 突然被人杀在了半夜湖 这种变化几乎没有人想到 都猜测海王宫宗主敖皇是敌九杀的 奈何星河宗如日中天 哪怕是海王宫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 也不敢去星河宗问责 敌九来到海王宫宗门驻地所在的时候 也是暗自敬佩海王宫的宗门气魄 海王宫的宗门建立在无阳海海面上 一个巨大的水帘大门悬浮在海面上空 给人一种龙宫的感觉 敌九是九级王镇师 他一看这个水帘大门 就知道这是一个传送镇门 他落在这个传送镇门门口 两名守护修士就出现在敌九面前 不等这两人询问 敌九就抱拳说道 星河宗宗主敌九前来拜访 还请通报一声 星河宗宗主 两名守护修士一听到这个名字 眼里顿时露出戒备和仇视的神情 同时一道讯息就送入了海王宫宗 第二九三章上门澄清 只是十几个呼吸时间 一道有些圣人的大笑声 就在海王宫宗门入口处出现 一名武短身材 脸上嗅记斑斑 手臂上也有一些淡淡纹路的男子 出现在了宗门入口处 他人刚刚落下 就抱拳大笑着说道 星河宗敌宗主能来海王宫 我海王宫实在是蓬壁生辉 李人海王宫太上长老敖千刃 敌宗主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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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三个有请 似乎在表达他的热情和海王宫的好客 敌九听出来了 他的语气有些勉强 甚至带着一丝不甘 敌九并没有在意 他只是不想被敌飞雪利用而已 并不代表他怕了海王宫 多谢敌长老 敌九也是抱拳 回了一礼 毫不犹豫的就跨入了传送阵门 一道漩涡力量传来 敌九落在了地面上 真正的海王宫出现在敌九面前 宗门气势犹如怒涛席卷而至 一道道海底玉气城的石阶 一直通海王宫的宫殿入口 浓郁的水属性灵气传来 敌九按照感叹 建造海王宫的人实在是有气魄 寻找到了这样一个宝地 然后还在这里建立了宗门 敌千任一路上不断介绍着海王宫的历史 和一些无阳海上的一些传闻 敌九听着有些心不在焉 敌千任心里有些愤怒 也有些惴惴不安 他不知道敌九来这里 到底想要做什么 当初的确是海王宫宗主 敌皇想要算计敌九 可那也是过去的事情了 敌皇早已陨落 这件事 按理说 应该就此作罢 才对 办住香之后 敌九在海王宫长老敌千任的带领下 来到了海王宫的宾客店 坐在宾客店中的三名男子 看见敌九进来 都是纷纷站起 同时抱拳向敌九问号 敌九的神念略微扫一下 就知道 这宾客店外面 有一个九级的困杀阵 在这宾客店中 还有一名画针三层的长王 听他刚才自己报名 似乎叫敖君画 其余两人是劫生净修士 看样子 海王宫所有的人 都对敌九的到来 有些不安和戒备 敌九坐下喝了一口茶后 索性直截了当地说道 我刚刚闭关出来 听到海王宫敖皇道友不幸遇难 特意前来送上一份池来吊宴 当初我星河宗开宗的时候 敖皇道友还前去祝贺 转眼敖皇道友就天人两格 让人唏嘘不已 海王宫的两名太上长老 和两名内门长老 都是面面相去 不大明白敌九说这话时 什么意思 敌九也没有想想 要获得海王宫的友谊 在说完这句话后 语气一转 我听说敖皇道友陨落后 凶手指指我 所以我不得不前来澄清 我敌九杀一宗之主 还没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昆宗和虚建宗的宗主陨落 我就从未想过去澄清 只想着去将这两个宗门灭掉 但是海王宫的敖皇道友之死 和我无关 我在末将禁地 救了烟血仪宗主 和沈丰宗主之后 一直在宗门闭关 出来的时候 得知了敖皇道友的恶号 可是宗主陨落的时候 刻了一个笛字发出来 一名长老 有些忍不住地说道 敖千刃呵斥一声 敌宗主岂能说假话 敌九没有在意 这种双簧 他依然说道 若是我动手 敖皇不要说发回一个字 就是拿出预解的机会 都没有 敖皇那个字 显然是对方有意 让他发出来的 就是让海王宫怀疑我 海王宫的几名长老 都沉默下来 敌九不在意 他们相信不相信 继续说道 我之所以来邓清这件事 不是因为我惧怕了海王宫 而是我不想被一个女人算计 女人算计 敖君话 疑惑地看着敌九 不大明白敌九的意思 敌九平静地说道 因为我知道 是谁杀了敖皇道友 是谁 几乎是所有的长老 都是一口同声地问了出来 敌九杀了敖皇 他们不敢报仇 若敖皇真的不是敌九杀的 那他海王宫 可没有什么不敢报仇的 杀敖皇的是 小中央世界的敌飞雪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他妇女 两人动的手 敌九说完这句话站了起来 几位若是要报仇 我希望不要迁怒敌家其余的人 我虽然和 小中央世界敌家血脉稀薄 倒也算是同一个本家 今天话就到这里 告辞 无论敖千任如何劝说 敌九转身就走 没有半点犹豫 他来这里 就是为了说这几句话而已 无论海王宫是不是相信 和他都毫无关系 大家觉得 那敌宗主的话如何 送走敌九后 敖千任回到宾客殿 第一句话就问道 我想那红英少爷说的话 应该是真的 说话的是敖君话 不等别人询问 敖君话就解释道 敌九的身份和地位 根本就没有必要来这一趟欺骗我们 正如他说的那样 若是我海王宫宗主 真的死于他的手上 他绝对不会隐瞒 对他来说 真没有那个必要 我听说 昆宗和虚建宗 之所以可以保存 主要是因为 天静门的弟子出手了 黄宗主和敌九 没有什么大的利益冲突 在不触怒敌九的情况下 敌九不会动杀机 一名洁生进七层的长老 也说道 我同意君话长老的话 红英少爷可是一直很少气 该不屑在这种事情上说谎 那敌飞雪有些神秘 打破了五鹿道塔的记录 登上了第108层 我海王宫宗主 一直对五鹿道塔耿耿于怀 很有可能 是因为敌飞雪登上108层后 跟踪了敌飞雪 此女心机莫测 加上她父亲敌彩商 也是一个心机深沉之辈 暗算我海王宫宗主 也不是不可能 敖千任陈生说道 正是如此 我敢肯定红英少爷说的是真话 他是被敌飞雪激怒了 此女如此算计 他那红英少爷 可不是一个愿意吃亏的主 敌九回到宗门 换名子和显泽 已经是等在宗门门口 敌九一回来 他就立即说道 敌九 你和显泽赶紧去真狱 这里交给我 敌九疑惑地说道 换前辈 不是和我一起去真狱吗 换名子摇了摇头 我现在的寿员 说不定比你还长 所以留在 心河宗是最好的 若是我们都走了 心河宗修为 最强的耿己 也不过是洁生进后期 换名子后面的话没有说完 敌九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那就是心河宗的 强者都走了 那刚刚建立起来的心河宗 很有可能再次分崩离析 显泽也在一边说道 换师兄的想法和我说了 只要我去了仙剑 我就可以帮忙做的 换师兄说的对 心河宗的化真 不能全部离开 我还在呀 等我从真狱回来 我必定还会回到心河宗 敌九说道 换名子呵呵一笑 敌九 这才几年 你都化真净了 你说 就算是你还在心河宗 怕也不会比我待的时间更长 这次 若是你能获得第一 你就和显泽一起去 若是你不能获得第一 你不用回小中央世界 你可以留在 真狱修炼到玉境再说 是的 宗主 换前辈说了 一个宗门要发展 不能一直在庇护之下 心河宗刚刚建立 必定会经历更多的事情 只有经历了苦难的洗礼 才能走上更高的层次 一边的魏珊珊 也站出来说道 不仅魏珊珊 除了出去试炼的耿紧 敌敌 于杰之外 其余和敌九认识的人 全都在这里 敌九的本意 是打算和换名子 显泽一起去真狱 然后参加真狱天才战 等他获得前往仙界的名额后 就将这名额 交给显泽和换名子 自己回到小中央世界 他回到小中央世界的主要目的 还是因为 心河宗刚刚建立 没有抵御 容易被灭掉 现在他听到换名子的话 觉得也对 若是以他这种心态 来发展宗门 恐怕 这个宗门就算是发展起来了 也缺少了一种进取心 这方面 他比不上换名子 更何况墨宇轩 向他保证过的 百年之内 心河宗 不会有任何问题 百年时间过去 以他留在心河宗的资源 应该也可以 出现一批化针强者了吧 想到这里 狄九拿出一枚戒指 递给换名子 传音道 换前辈 这里面有八枚真罗蛋 还有一些晋级结生 成顶的丹药 上品灵脉 有二十条 极品灵脉 有二十条 其中有两枚戒指 前辈帮我交给耿己和狄狄 我走后 心河宗就交给前辈了 什么 换名子手一抖 差点将戒指丢在了地上 直到狄九和显泽告辞离开 他依然有些不敢相信的 握紧手中的戒指 他好歹曾经也是天机阁的阁主 就是这样 他也从未见过这么多好东西 在手中 同一时间 小中央世界 一处灵气浓郁的洞府中 狄飞雪清零一声 长身而起 他终于在真欲天才大笔之前 跨入了 画真二层 他的目光落在了远处 心河宗所在的位置 眼角露出一丝机房 随即喃喃自语道 一个懦夫 在他看来 狄九就是一个懦夫 当初他上门利用了狄九后 认为 狄九必定会借助 幻名子的首杀掉 五大宗门的宗主 没想到狄九如此没有用 只是杀了一个萧吾 而且萧吾的死事 不是和狄九有关系 还不是很缺定 海王宫的宗主 敖皇去了新河宗 最后还安然无恙地离开 甚至需要他自己亲自出手 才能杀掉敖皇 可惜他时间不够了 若是时间够的话 他必定要再想办法 干掉烟血仪和闪风 现在 他只能先去真狱 参加天才战 第294章 升仙城 小中央世界 前往真狱的传送阵 在天图城外的传送阵群 小中央世界 只有五大九星宗门和天机阁 才有资格参加真狱天才战 除此之外 还有八个争夺名额 这样算起来 小中央世界 一共有20名天才 可以参加真狱天才战 因为 小中央世界的修饰很清楚 自己和真狱天才的差距有多大 所以 无论是五大宗门的名额 或者是那八个争夺名额 在小中央世界 都不算是什么珍贵的东西 在很早的时候 那八个争夺名额 还有专门的争夺战 后来知道 就算是争夺到了名额 也不过是陪太子读书而已 甚至连前一千都进不去 加上去真狱 需要大量的零食 所幸没有人再去争夺名额 这个争夺战 也就不了了之 这些名额 大部分被人以人情关系 弄走 敌九的那个名额 就是被人拿到拍卖会拍卖的 敌九和弦则来到传送镇的时候 很多参赛修士早已去了真狱 一个参赛名额 可以有一人作陪 若是换名字来了 恐怕还没有资格传送到真狱去 想到真狱的天才和修士 随意的可以来小中央世界 敌九心里暗叹 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什么公平 真狱生鲜城 说是一个城 事实上 这里所有的东西 只有一个 一个商楼 一个西站 一个天才楼 一个广场 若是以为生鲜城 只有这几个建筑 就觉得生鲜城很小 那就大错了 生鲜城不但不小 还很大 十个五路城加在一起 也不一定有生鲜城大 同样的五路城 所有的西站房间加起来 或者也没有生鲜城的 这个生鲜西站大 所有来生鲜城的修士 都必须住进生鲜西站 生鲜城的传送镇 也只有一个 这个传送镇 就是真狱到小中央世界的传送镇 真狱很大 但真狱所有的修士 无论你势力有多大 想要到生鲜城 就必须要自己走过来 生鲜城之所以得名 是因为真狱进入仙界的通道 就在生鲜城 第九和显则走出生鲜城传送镇后 第一眼看见的 就是一个巨大指示牌 指示牌上写着 所有参加真狱天才站的修士 前往西站住下 等候大笔通知 没有人登记 没有人给任何比赛西泽 第九和显则 只能前往生鲜城唯一的西站 生鲜西站 滚 第九刚刚走到西站门口 一声怒吼就传了出来 跟着一名身穿金山的年轻修士 被人一脚踹出了西站大门 然后怒骂的声音传来 连住宿的零食都出不起 也赶来真狱参加天才大笔 要不要脸 显则在第九身边说道 此人是虚建宗的 我见过一次 第九有些皱眉 他和虚建宗有些仇 虚建宗 好歹也是小中央世界的五大宗门之一 应该不至于连参加大笔的 住宿零食都出不起吧 前辈 这些人真不要脸 真狱本土的修士 住宿只要五千零食一晚 而我们小中央世界 有些狠狠地说道 看他的样子 应该是认识迪九 迪九皱了一下眉 亿万一百万上品零食的住宿费 恐怕真欲允许小中央世界二十个名额 不是真的为小中央世界好 而是想要赚一点小中央世界的零食吧 两个套间 三个月 迪九和险则走到了西站巨大的柜台边 登记的柜台足足有几十个 迪九偏偏走到刚才骂人的那个柜台旁边 从哪里来 伙计盯着迪九 声音有些不善 这几天从小中央世界来的豪主很多 必须要大载特载 啪 伙计没有等到迪九回答 他等来的是一巴掌 迪九直接一巴掌 将这伙计拍出了西站 伙计空中吐出一口鲜血 落下来的时候 满嘴的牙齿已经掉光 伙计几乎是落在地上的同时 就按下了警报 一阵凄厉的声音响起 一名劫生镜九层的强者 落在了西站大厅 是谁敢在这里打人 本少打人 迪九淡淡说道 这名劫生镜九层 看见丝毫不惧的迪九 有些不大 确定迪九的来历 试探地询问了一句 阁下何人 为何在生仙西站打人 生仙西站住宿 需要查客人跟脚吗 迪九淡淡说道 自然是不需要 这劫生镜修士随口 答道 迪九点点头 这就对了 本少来住店 这个蝼蚁居然要查我的跟脚 若不是看在这里 是生仙城 本少早已一刀杀了他 此刻周围都站满了修士 全震撼地看着迪九 生仙西站的后台 可是很大 几乎是整个甄狱 强大势力联手举办的 这背着红鹰刀的修士 是谁 脾气这么大 敢教训生仙西站的火箭 这劫生镜修士也有些皱眉了 他看不出来迪九的实力 迪九仅凭一巴掌 就将屁海经后期的火箭拍飞 显然也不是一般的人物 无论迪九是什么来历 他都必须要询问一下 还没等他询问 迪九周身的杀气 顿时笼罩住了他 哪怕是杰生镜九层 这名修士 也感受到了一股冰寒气息 他下意识地打了个冷战 心里肯定 迪九绝对是化真强者 小中央世界 哪里会有化真强者的天才 眼前这个背着红鹰刀的修士 必定是真欲某一个势力 培养出来的天才 道友 想要住什么层次的房间 最低的只要 一千上品零食一碗 最高的十万上品零食一碗 属于顶级豪华洞府 感受到迪九释放出了 强大的化真气息 这名杰生镜修士 当即做出了决定 十万上品零食一碗的 给我来两套 每套都是住三个月 迪九一百手 毫不犹豫地说道 这杰生镜修士 并没有觉得不妥 其实十万一碗上 两套三个月 也不过才一两千万上品零食而已 一个化真强者 两千万上品零食 那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我也住三个月 和这位师兄一样 那名虚建宗的修士 看见迪九办理了住宿牌 赶紧趁机跟了上来 迪九不认识他 他是认识迪九的 在小中央事件 迪九可是风云人物 之前他特意说了那句话 就是告诉迪九发生了什么事 那杰生镜修士 看见这修士和迪九是一起进来 也没有多想 索性帮忙办理了住宿 迪九拿洞府住宿牌 去寻找房间的时候 那名金山修士 赶紧走了上来 躬身失礼 虚建宗古诀 多谢迪宗主 没有迪九 他估计找不到地方住 你隐匿了修为 迪九此刻神殿落在古诀身上后 立即就感受到了 古诀的修为 应该不止屁海镜 这是成顶镜五层左右的真元波动 古诀赶紧说道 是的 晚辈在小中央星 获得了一些机缘 现在是成顶镜 迪九淡淡说道 就算是你成顶 你也没有机会的 他刚才看出来了 古诀身体内有两个灵魂 那个强大一些的灵魂 并没有对他夺赦 估计是想要借助古诀 获得前三的资格 姑且不论古诀能不能混过检查 就是混过了检查 他怕也无法获得机会进入仙界 古诀叹了口气 再次失了一礼 这次没有解释什么 迪九没有再理古诀 他已找到了自己的房间所在的位置 十万的房间都是在顶层 迪九 刚才你的做法 很有可能是一场大战 显泽有些后怕的说道 一旦大战 迪九 自然是再也没有资格参加真语天才战 最后会不会有命在 都不一定知道 他觉得迪九刚才动手 做法有些粗糙了 迪九微微一笑 不用担心 现在不是有地方住了吗 还省了不少零食 事实上 迪九刚才本来就打算动手打的 这个地方打起来 正好 他住了这么多西战 还从未听说过 哪一个西战 需要调查来历的 所以这次 他战里 以他不具欲主的实力 就不相信真语敢剥夺他的参赛资格 现在生仙城人非常多 他就不相信真语的势力 不要一点脸 敢和他在生仙城司 若是真语真敢这样做 那就别怪他铲平了生仙城 他的刀阵最不拘的是群斗 或者单打独斗 他能对抗一个狱主 但是两个甚至三个狱主过来 他也不见得害怕了 第二九五章 真语大笔 十万上品临时一晚 同样是天价 迪九感觉 相对于生仙西战来说 也不是特别贵 倒不是动腐的灵气很充足 事实上在迪九得到 一两百条极品灵脉后 修炼的时候 对灵气反而不是太过重视 他在意的是 修炼所在处的天地规则 是不是清晰 他所在的洞府 不仅仅是灵气充足 修炼的规则 同样比小中央世界要清晰得多 真语有多大 迪九不知道 既然这里的规则 比小中央世界清晰 那就说明 真语的介余 比小中央世界略高一些 迪九对真语没有半点兴趣 他来自这里只有两件事 那就是参加真语天才大笔 还有带走锦默霜 锦默霜被韩清一带走 按照协议 这次韩清一 应该会带锦默霜来生仙城 所以在没有接到消息之前 他是不会离开生仙西战的 所幸留在西战里面 修炼 真语最主要的势力 不是宗门 而是武大御和各大家族组成的 宗门 在真语 那是完全没落 卓家 在真语绝对算是前三的大御 家主卓 长庚玉京四层 在真语可以排入前十之列 此刻卓家大厅中 至少有十多名卓家的长老及 强者在座 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子 坐在右侧上手 更是突出扬眼 若是笛九在这里 必定会认识这女子 就是卓文书 哪怕当初卓文书戴了面纱 他那风姿 却是遮掩不掉 真语天才战 即将开始 这次我和文书 加上庶长老一起过去 只要那笛九来了 这件事 就交给庶长老去做 弄得干净一点 卓长庚玉京平淡 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杀气 原本坐在座位上 很是平静的卓文书 听到这话 赶紧站了起来 躬身一失礼 请家主放过笛九一次 我哥文成的死 和笛九毫无关系 那影像我都看不多遍了 是哥哥想要拿走 他身上的戒指 结果陨落在了仲修山上 从始至终 他和哥哥都没有接触过 坐在左侧 上手的一名老者一皱眉 语气有些不渝地说道 文书 你哥哥 明显是因为那笛九王 若是那笛九来了真语 我卓家依然当着没有看见 我卓家岂不是要成为真语的笑话 可是我哥哥的陨落 和他真的毫无关系啊 卓文书有些茫然地说道 哼 这名老者再次冷哼了一声 毫无关系 不是笛九文成会去上董修山 再说 那笛九是众修山 唯一活下来的修士 他明明能救回文成 却去救一个一钱不值的女子 我卓家若是不报此仇 何谈立足真语家族之恋 如此一个一钱不值的女子 那韩清一居然有脸去求姬家出手 自讨无趣 罢了 卓文书脸色有些难看起来 他走出了座位 对卓长庚功身一礼 家卓 笛九对我有救命之恩 当初在末将禁地 不是笛九我早已陨落在里面了 虽然我不知道笛九是怎么逃出来的 但是他的救命之恩 我不但没有报 反而要去杀他 我自己就过不去 若是我哥哥真的死于他手中 我必定会去杀了他 然后自杀回报了他的救命之恩 可是我哥哥明明不是死于他的手中 我卓家反而去害他 我心里无法接受 卓长庚听到卓文书的话 脸色有些阴沉 笛九是必定要杀的 卓文书的话 他也不能不听 卓文书画针四层 这次真欲天才占卓家参赛者 虽然有几十人 可是卓文书是唯一有资格 获得前三的存在 看见卓长庚阴沉着脸不再说话 又有一名长老站了起来 若是黄山少主不被害 现在的修为不会比文书弱 我卓家两大天才 硬生生被此人害死一个 我卓家岂能随便认其在真欲逍遥 在所有卓家人眼里 卓文书的地位 自然是不如他哥哥卓文成 哪怕卓文成死了 这个锅也需要人背 况且杀狄九的目的 还不仅仅是为了让狄九背锅 卓文成为什么会陨落在仲修山 还不是因为狄九身上 有几百条鸡瓶灵脉 就是卓家 也远远没有这个身家 家主 这件事我怕是轮不到我们卓家 去做 那狄九的一个朋友 还杀了结星玉玉主拜红的一个数字 拜红肯定不会放过他 若是我卓家动手 必定会和拜玉主起冲突 只可惜了他身上的东西 当卓家有长老说出这句话后 卓家意识店中 所有的人都沉没了下来 杀狄九容易 涉及到结星玉主的话 那这件事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狄九疯狂吸收着周围的灵石灵气 加上这里 清晰的规则 狄九甚至有一种感觉 下一刻 他就可以冲进化针六层 偏偏在这个时候 一个突兀的声音在外面响起 真玉天才战一天后 在生鲜广场举行 所有有参加资格的天才 凭借手中的资格牌 进入参赛区 冲击化针六层一半被打断 狄九只能暂停冲击 一天过去 狄九见到险泽 发现险泽的气息明显上升了一些 看样子 在这个地方修炼 对险泽 还是有很大用处的 别看险泽现在才是化针五层 那不是因为险泽的资质 比小中央世界 或者是真玉的天才差 相反 险泽的资质 可能比那些天才还要天才 奈何他在极业大陆那个地方 极业大陆是什么地方 连辟海境修饰都没有办法出来的灵气匮乏所在 险泽也能 修炼到化针静 可见险泽的资质有多高 正因为这样 险泽到了小中央世界后 哪怕一直在忙于别的事情 修为依然从化针三层 晋级到了化针五层 狄九 你不要担心 别的 专心去参加大比 就算是失败了 也不用担心 险泽在这里修炼了半个月后 心里忽然有一种想法 若是他一直在真玉修炼 就算是跨入 玉境圆满 也不是不可能的 等他到了玉境圆满 那个时候 去仙界 说不定有别的手段 险前辈 不用担心我 我有的是办法 进入前三 敌九笑了笑 完全没有将比赛的事情 放在心上 敌九 你的实力 应该比我更强 修真借实力为尊 咱们也不存在什么师门关系 也没有提携关系 以后就兄弟相称吧 或者这样 咱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 险泽拍了拍敌九 敌九 还是很尊敬险泽的 现在险泽说 兄弟相称 他也没在意 既然如此 我就叫你老哥吧 敌九认为 险泽说得对 险泽和他的关系 和换名字不同 换名字对他 还有提携之恩 所以险泽提议 和他成为朋友 他毫不犹豫的 就同意了 生鲜城广场 人山人海 正中间一个凸起 地面三尺左右的平台 敌九的 神念扫了一下 这个平台 至少可以同时容纳四五千人 平台和广场之间 有一个隔离带 隔离带 被护镇护主 一条专门的通道 直接通往平台 敌九的神念 很快就扫到了 众多熟人 敌飞雪 姬鸿川 韩清一 他甚至看见了 卓文书 显大哥 你等一下 我去有些事情 敌九毫不犹豫地 走向了韩清一 因为知道韩清一 必定会来这里 他才等到现在 否则的话 他早就找到 落冰山去了 站住 敌九刚刚走到 距离韩清一 一丈范围的时候 就被人拦住 敌九对着韩清一 叫了一声 清一仙子 莫双可好 韩清一看见敌九 眼神有些躲避 敌九心里一沉 还没等他说话 一道可怕的气势 碾压过来 敌九感觉到 周身一阵冰寒 敌九背后的天梭刀 一阵阵的颤动 他有些忍不住 自己的杀气 若是韩清一 不给他肯定的答复 别怪他就在这里动手了 这用气势碾压他的事 韩清一身后的 一名儒雅男子 在敌九 看来修为 应该在玉境五层左右 连天经玉竹也不如 也敢用杀式碾压他 韩清一同样感受到了 敌九的杀气 他甚至看见了 敌九背后刀的红音 无风自动 带着一种凌厉无比的气势 敌九连卓文书都赶不救 他相信敌九发疯起来 敢在这里动手 他赶紧说道 敌道友 不用担心 莫双师妹没事 天才大比即将开始 等大比之后 我再和你说 如何 似乎为了验证韩清一的话 他的话刚刚落下 一名中年男子 就出现在广场中央 突起的所在 朗生说道 请所有拥有真玉天才 大比资格牌的修饰 进入比赛场地 第二九六章 锁定第一的天才 敌九压下了 继续询问的冲动 跟着众多的参赛修饰 一起进入了 广场中间突起的平台 平台上多了1200张桌椅 没有编号 敌九和其余参赛者一样 随便找了一张椅子坐下 他有些不大明白 为何真玉天才大比需要桌椅 难道是发试卷 考试 修真界的笔斗 不是直接斗法吗 等所有的参赛 天才都做好后 那中年男子才继续说道 我是生鲜成城主 西谷博扬 本次真玉天才大比 也是由我主持 本次参加真玉天才大比的天才 一共有1200人 第一轮比赛开始之前 请所有超过200岁的修饰站出来 自动退出比赛 退出时间是实习 敌九注意到骨爵 他自信自己的 神念不会看错 骨爵体内应该有两个元神 其中一个元神 必定超过了200岁 他很想知道 骨爵会不会被抓出来 十九八七 一 西谷博扬的暴刺 极为迅速 短短时间就暴到了 一 没有一个人起身退出去 敌九刚想 是不是大家都清楚比赛的规则 所以不会有人超过200岁的时候 就看见两道影子 冲上了天空 敌九的神念 一直注意着 周围 这两道影子 是两名坐在椅子上的参赛天才 这两名天才 冲出数十丈范围后 忽然砰的一声 在空中炸开 最后连血雾都消失不见 敌九的神念 立即就落在了自己身下的椅子上 却没有发现任何不妥 不过很快 他就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法阵不是磕在椅子上的 而是在脚下凸起的地面上 让敌九惊讶的是 骨爵没有事 骨爵身体中 必定有两个元神 居然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被检查出来 同时敌九 也看见了那个满脸胡须的少年 那家伙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弄到了资格牌 在检查年龄的时候 同样没有什么问题 好 没有资格参加比赛的 两名冒牌天才 以化为虚无 现在我说 一下本次 天才大比的规则和奖励 西谷柏阳 似乎很满意 这次只有两名不合格的参赛者 敌九的神念 虽然没有彻底的扫遍 整个生鲜广场 也能感受到这里 至少来了将近20名巅峰强者 这些强者的气息 应该全部是狱镜 眼前这个西谷柏阳 也是狱镜 和那些强者比起来 应该还差了一个层次 估计在狱镜一层左右 此刻无论是广场上 观看比赛的修士 还是参赛者 都是鸦雀无声 所有的人都听说过 本次真欲天才大比的规则改变了 而且获得进入生鲜阵的名额 变成了四个 广场变得寂静 西谷柏阳的声音 愈发显得清晰起来 以往每次真欲天才大比 都有17人可以进入仙界 因为生鲜阵虚空通道不稳 这次能通过 真欲天才大比进入仙界的修士 只有四人 而且 这四人都有一个任务 必须要将真欲生鲜阵 即将关闭的消息 带到仙界 本次四人名额分配为第一名两人 第二名和第三名各一人 比赛规则分为三轮 前面两轮计分 第一轮挑战 第一轮计分100为比之 第二轮计分100为比法 前三名为暂时获得名次的三人 第三轮为挑战轮 只要计分在前二十的天才 均可挑战前三 至于挑战的规则 等到第三轮再行宣布 比赛之前 各位参赛天才打开座位的神念 屏蔽禁止 不用西谷柏阳说 广场上参赛天才 早就打开了屏蔽禁止 西谷柏阳继续说道 第一轮的题目有十道 请大家在眼前出现的 阵法屏前写出答案 不要忘记写下自己的名字 敌九打上禁止后 他面前的桌子上 也出现了一个虚空阵法屏 屏上有十道尸体 他下意识地看了一下 广场中间的巨大阵法显示屏 估计只要自己这边答题结束 那阵法显示屏 就会出现分数和名次 这种比斗 杜绝了一些作弊的可能 第一题是一条蓝色灵脉的大图 然后要求参赛选手 写出这蓝色灵脉 是什么灵脉 出现在什么地方 一般第一题都是送分题 但敌九知道自己的事 若他没有得到世界书 这道题就是送分他也答不出来 他就曾得到过一条蓝色灵脉 这条灵脉被他修炼了一大部分 留下来的部分送给耿吉了 后来他也是从世界书知道 这是一条雷灵脉 出现雷灵脉的地方 必定有清晰的雷系规则 可惜的是 当初敌九实力太差 根本就没有利用到 那蓝光洞府中的雷系规则 生仙广场最左侧的一个悬楼上 坐着十多名巅峰强者 这个地方可以清晰地看见 生仙广场上的一切 比赛过程 悬楼最左侧的位置上 坐着的是一名纠皮男子 比起他的肌肤 他更突出的 应该是那一张马脸和掉霉 尽管长得奇臭无比 这人可是整个真狱的第一强者 梅巴扇 此人不但修为强诀 而且心狠手辣 无论是谁和此人作对 他都绝对不会留下半点后患 全部斩尽杀绝 这梅巴扇也是真狱五大狱的 第一狱梅一狱的狱主 梅巴扇出身梅家 家族在真狱的资源 一直比五大狱主要少 结果梅巴扇单枪匹马上门 将真狱的第一强狱 昆一狱给铲平了 然后将昆一狱改名为 梅一狱 传说 当初梅巴扇在昆一狱杀人杀的天空 都变成了雾红色 无论是男女老幼 只要是昆一狱的人 他都全部斩尽杀绝 梅巴扇将昆一狱改成梅一狱后 更是成了真狱无人敢惹的存在 若不是生仙阵 是真狱早就协定好了 也不是梅巴扇一个人可以吃下来的 梅巴扇说不定都会将生仙阵霸占了 梅一狱 这次真狱天才战的第一 那是非你梅一狱梅之云莫属了 说话的是一名身材修长的男子 他同样是五大狱主之一 结心狱的拜红 梅巴扇哈哈大笑 马脸更是抖动了几下 拜玉主太自谦了 拟结心狱的拜少将可是资质逆天 不久前在小中央星 更是获得天大纪元 他也有争夺第一的潜力 说是这样说 大家都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他并没有反对拜红的话 事实上他早就锁定了 第一 他儿子梅智云化真七层 在这种天才大笔上 200岁的结生境 就算是顶级天才了 若不是小中央星在这之前开启 化真境绝对不会超过三个 拜少将化真二层 对梅智云来说 就是打酱油的 众人纷纷猜测 这次第一是梅智云 这让梅巴善心里更是得意 他跨入了玉境九层 在真玉再也没有进阶的余地 所以这次大笔之后 他也打算去先见了 天经狱主 莫非你还有不同的意见 结心狱狱主拜红 本来就和天经狱主换长竹 有些不对付 现在大家都赞扬梅一狱的梅智云 天经狱主没有说话 被他抓到了把柄 就连很是自得的梅巴善 也将目光转向天经狱主换长竹 天经狱主他没有放在眼里 真玉五大狱中 天经狱主不过是排名第四而已 如果天经狱主对他梅一狱有意见的话 他必须要在去先界之前 将幻长竹干掉 天经狱主哈哈一笑 我也认为 智云这次有很大机会获得第一 但是这次参赛的人中 有一个大家必须要注意一下 此人虽然不如智云 也有一点机会获得第一 是谁 梅巴善立即问道 他不认为幻长竹 会在这种事情上故意消遣他 第九 他在小中央事件 还有一个外号 叫着红鹰少爷 他的法宝是一柄长刀 常年将这柄长刀背在身上 幻长竹凝重地说道 之前他以为敌九 是没有资格参加真玉天才战的 现在看见敌九 坐在了真玉天才战的比赛台上 才知道自己看走眼了 敌九连两百岁都没有 这实在是骇人听闻 他一直在震撼这件事 敌九 梅巴善一皱梅 他似乎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天经狱主指着拜红说道 我相信这里没有人会比 杰心狱主更了解敌九的了 敌九的朋友 可是在小中央心 宰了杰心狱主的儿子 要是换成我的话 我就没有杰心狱主这么大的胸怀了 还能允许敌九去参加比赌 第二九七章 第一轮比赛结束 拜红脸色变得铁青 打人不打脸 天经狱主 这就是打脸了 事实上 不是他大度不找敌九的麻烦 而是和换名字说的一样 他 儿子多的是 有的甚至 从出生到现在 他都没有见过面 更不要说记得名字了 一个数字被杀 自有手下人去干掉仇人 哪里需要他来过问 直到最近他出关 才知道 杰心狱出去报仇的长老 并没有成功报仇 要不是天经狱主提起来 他甚至一时间都想不起来 杀他儿子凶手的朋友 在生仙城 这倒是不用你操心 等天才战结束后 我自会去杀了这敌九 杰心狱主拜红声音带着含义 他是奈何不了天经狱主 不过天经狱主 有一个弟子叫来 和也参加了这次天才大比 等第二轮斗法的时候 他必定要他儿子拜少将杀了来和 这敌九到底是什么来历 梅巴扇问了一句 他二枚志云 必须要夺得这次真欲天才战的第一 哪怕 那敌九对志云 没有半分威胁 他也必须要先弄清 这敌九到底是什么东西变的 卓长庚主动说道 此人听说是小中央世界的第一强者 也是唯一陨落在了 众修山后 还能复活 在从小中央星种修山上下来的修士 我卓家卓文成 就是死在此人之手 敌九陨落在了众修山 最后还从众修山复活下来了 梅巴扇脸色有些变了 众修山他一样上去过 当时他仅仅走到了第103步 就赶紧下来了 他肯定 如果他敢再往前走一步 他必定陨落在了众修山 他也是极少数 可以从众修山活着下来的修士 但他很清楚 众修山的可怕 陨落在众修山上 那是绝对不可能活着下来的 敌九能从众修山活着下来 就算是敌九无法争夺天才战的第一 他也不会放过此人 因为敌九身上必定有天大的秘密 哼 梅巴扇冷哼一声 此人乱杀无辜 我真欲容不下他 梅玉主说的 对 这种人应该剥夺参加真欲天才战的资格 直接拿下再说 卓长庚立即添油加醋地说道 我也是这样认为 敌九这种垃圾 就该剥夺参加真欲天才战的资格 又有一名瘦弱竹竿的男子说道 这是真欲利家的家主利利 他心里对敌九还是很忌惮的 敌九可以杀掉利剑 实力绝对不会比他弱多少 现在梅巴扇主动对敌九不满 他岂能不加一把火 所有的人都清楚梅巴扇刚才那话的意思 除了要为梅志云铲平大笔的路之外 还对敌九身上的东西寄予了 梅巴扇在真欲霸道惯了 现在他这样说话 一时间没有人站出来反驳 就在梅巴扇准备一锤定音 将敌九抓出来的时候 一名长相有些清秀的中年儒士忽然说道 卓家主和立家主此言错译 无论那敌九如何乱杀 真欲天才战比的是天才 可不是品格 真欲天才战到今天 只有违反比斗规矩被剥夺参战资格 我还从未听说 有人因为乱杀无辜 没有资格参加的 若是以私愿来报复 参加真欲天才战的天才 那真欲天才战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灼长庚甘笑一声 安御主说的是 厉厉眼 嘿嘿一笑 没有再说话 真欲最强大的势力是五大狱 刚才站出来说话的 是五大狱之一 安农狱的狱主 安灵舟 安农狱在五大狱中实力最低 排在第五 安灵舟狱精六层 实力 虽比灼长庚和莉莉都强 然而比起梅巴扇来差得远了 偏偏安灵舟眼里不喜柔沙子 有什么就说什么 哪怕此刻梅巴扇脸色已变得很黑 依然无法阻止 他说这些话 这个时候 梅巴扇如果还要将敌九抓出来 不然其参加比斗 那是明着告诉别人 他梅巴扇在真欲一人遮天了 事实上 他梅巴扇还没有这么大的能耐 第九写到第九道题了 前面的八道题 除了其中一道他会做之外 其余的全部是在世界书找到的答案 第九题是写出寿灵果 生长在什么地方 主要用途是什么 这提出的可真偏僻 第九若不是有世界书的话 还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寿灵果是杰性成熟后 落在了妖兽身上 杰性有一个特性 一旦落下果肉 就会自动脱落 果核会吸附在妖兽身上 一旦发芽 那就马上开始吸收妖兽的精血 等妖兽察觉身上有果核发芽的时候 已经要死了 妖兽死后的血肉 会成为杰性核的养分 这一株杰性成熟后 就不再是杰性 而是变成了寿灵果 杰性只是一种寻常的灵果 但是寿灵果可是非同小可 这是九级灵果 这种灵果有一种逆天的作用 就是服用后可以感悟提供 寿灵果成长的妖兽神通 或者是法纪 寿灵果想要遇见成长环境 那是极为不易 所以这种果子也非常珍贵 这种果子还有一个特性 如果是人为干涉 那就失去了灵性 没有效果 这题目肯定有很多人答不出来 导演难不倒第九 答完第九题 第十题 看起来就极为简单了 导火能不能用地心炎精 晋级到九级 这题看起来是必定可以的 地心炎精是九级火焰材料 就算是最顶级的火焰 也可以用地心炎精 来晋级到九级 不过第九很清楚 导火是无法用地心炎精 晋级到九级的 想要导火 晋级到九级 就必须要用一种天然 火焰或者是地火卖 他自己就有盗火 也尝试过地心炎精晋级 他用地心炎精晋级的时候 他的盗火还很低 后来他的盗火到了六级后 虽然没有了地心炎精 因为用过地心炎精 所以 第九清楚地心炎精 是无法让盗火晋级到七级的 连七级都无法盗 更不要说九级 仅仅一炷香时间 第九就做完了所有的题目 他写下自己的名字后 就没有再动作 这种比道 提前交卷也不会加分 他没有必要提前交卷 此刻生鲜广场大屏幕上 已出现了一些交卷的成绩排名 这种题目 会就是会不会 就是不会 不会的题目 哪怕你做一年 依然是不会 巨大的成绩屏上 排在第一名的 赫然是梅志云 得分为87分 后面标注来自梅宜玉 排名第二的是 卓文书 得分73分 来自真玉卓家 排名第三的是百西周 得分73分 来自家明玉 分数相同 名次不同 是因为还有交卷时间 年龄等因素在其中 梅巴扇从悬楼上看着排名大屏 心里很是满意 真玉天才大比的比试 都非常难 梅志云能得到87分 绝对算是一流中的一流 而且第二名和第一名比起来 相差了十多分 看样子 我果然没有猜错 梅志云是第一 拜红说了一句后 将目光落在了天津玉主身上 换玉主 你不是说那个敌九很厉害吗 怎么我没有看见他的排名 天津玉主淡淡说道 也许人家还没有交卷 这种题目 会就是会 不会没有交卷 也是不会 卓长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居然赶对了天津 玉主一句 不仅仅是悬楼上 生鲜广场 更是议论热烈 特别是第一名梅志云 更是被人翻出来了 无数传说 显则暗自叹了一声 敌九实力是有的 可这种笔之 对敌九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一个散修知道的再多 也无法和大宗门相比 人家大宗门的藏金阁 什么知识没有 敌九是散修 他所有的时间 恐怕都在寻找修炼资源 和修炼上了 只能希望敌九第二轮 能将分数扳回来一些 否则的话 这次前三有些够呛 一个时辰 很快过去 生鲜城的城主 西谷博扬 忽然朗声说道 答题时间已到 无论你是否答完题目 都停止继续写入 在我说完这句话 还没有停止的 成绩作废 没有人敢无视 西谷博扬的话 在看见所有的人 都停止了手中的动作后 西谷博扬才继续说道 下面请所有的参赛天才 点一下交付答卷 稍后大家的成绩和名次 会在生鲜广场的 大显示屏上出现 成绩低于500名的 没有资格参加第二轮比赛 第二轮比赛 在三天后 第二九八章 死了就拉倒 快看第一名 一个突兀的尖叫声音 在广场上响起 事实上不用这个声音叫 所有的人都呆呆地 看着那巨大的名次阵法屏 第一名 赫然是一个真语 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名字 敌九 敌九 得分100 来自小钟 央视 借心合踪 天啊 这是满分 第十 怎么有人能获得第一 再也没有人去关心梅志云 几乎所有的人 都在打听一个名字 那就是 谁是敌九 不对 梅志云被挤到第三了 第二是胡不让 谁是胡不让 我怎么又不知道 在众多人询问敌九的时候 又有一个名字 让本来就凌乱的生鲜广场 显得更为凌乱 正法屏敌九的下面 出现了第二名胡不让 得分90 来自小钟央视界散修 第一名 被敌九抢走了 现在出来一个散修 获得了第二 第一和第二都是 小中央视界的 这个真欲 有些接受不了 还有第十 第十 也是来自小中央视界 很快就有人发现 前十并不是只有第一第二 来自小中央视界 第十 居然也是 来自小中央视界 第十名古爵 得分71 来自小中央视界 虚建宗 生鲜广场边缘的悬楼上 梅巴扇的脸色阴沉的 几乎要滴出水来 虽然他相信梅志云 最后必定还是会夺得第一 但是这第一轮被挤到了第三 让他梅巴扇的脸 往哪个 被挤到第三也就罢了 偏偏第一和第二 还都是小中央视界来的 竟然是第一 天 金玉主 幻场主也是震撼地盯着大屏 他知道 敌九这次有可能获得前三之一 没想到第一轮敌九 就以满分的成绩获得第一 这个时候 幻场主心里非常清楚 敌九的秘密 比他想象的还要多 还要大 可他借出去过 敌九 知道 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家伙 梅巴扇呼地站起 脸色阴沉地走出了悬楼 他刚一出悬楼 身边就出现了一名 勾搂着背的男子 狗伤 去将那敌九做掉 不要让他参加三天后的第二轮斗法 梅巴扇的声音 有些甚人 是 主上 勾搂被恭敬地说道 然后转身就走 他的态度 就好像主人给了他五毛钱 让他去打一瓶劣质酱油般简单 敌九 你居然能弄到第一 选择激动地迎接走出来的敌九 语气充满了激动 敌九的实力他很清楚 加上这个第一轮的比试成绩 取得前三 差不多是稳了 走吧 老哥陪我一起去 有些事情 第二轮考核要在三天后 对敌九来说 现在第一 要紧的事情 是去寻找韩清一 没等敌九去寻找韩清一 一名替海静年轻修士 已是来到了敌九面前 他对敌九行了一个修士礼后 抱拳说道 可是红英少爷 敌九 没错 是我 敌九平静地达到 这修士继续说道 我家庄主 今天在生鲜西站甲字7号 为你摆下庆功宴 还请红英少爷参加 说话间 一张烫金的琴铁 被他双手递出来 敌九没有去接琴铁 语气淡然问道 你家庄主是谁 这修士连忙说道 我家庄主是 落冰山庄主寒无水 敌九伸手抓过琴铁 你回去说 我马上就到 是 这名修士再次失礼后 转身退走 敌九对显泽说道 老哥先回西站等我 我去赴个约 很快就回来 韩清一就是落冰山的 既然是落冰山的庄主 请他去 那他肯定要去 紧莫双还在落冰山呢 好 你自己小心一点 显泽对敌九放心得很 敌九可不是什么 没见过世面之人 当初天津玉主 也要给面子 给敌九 落冰山比起天津玉来 还差了一些吧 敌九连住处都没有去 直接到了甲字七号 在生鲜西站 甲字号房间 是档次最高的 这种档次 按照从一开始往后排 落冰山能排在第七 可见 地位在真玉非同小可 敌九也住在顶楼 价格还是最高的房间 和甲字号比起来 那差得远 这种差别 敌九一到这里就感受到了 哪怕隔着静置 敌九一眼看进去 依然是环绕着青山绿水 在一个洞府中 布置青山绿水 就是用到的空间材料 就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起的 敌九扣了一下静置 很快静置 打开 一名娇俏少女迎了出来 对敌九一失礼说道 庄主等候多时了 红英少爷请跟随我来 穿过两座连绵山脉 和一条绵长的河流 敌九跟随这名迎兵少女 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店门口 红英少爷赶紧有请 一个爽朗的声音传来 跟着大殿静置打开 一条淋浴扑就的通道 直接通往大殿深处 敌九的神念随便扫了一下 就能感受到周围的困阵和杀阵 看起来不像秦宫宴 更像是鸿门宴 不过他宜然不拒 没有半点犹豫的 就走进了大殿 他现在神念十一级 加上九级王振师的手段 再强的九级困杀阵 也别想困杀他 不是他的正道碾压对方 而是他的神念碾压对方 敌九见过韩庄主 敌九一走进大殿 就看见正上方做了一名 儒雅的中年男子 修为已经是遇进五层 在大殿两边 做了十多名男女 其中有一名中年美妇 和韩清一库四 画真三层实力 坐在寒无水的身边 敌九怀疑这女人 是韩清一的母亲 其余修为最高的 不过是一名画真八层 对这些人 敌九还真没有在意 他在意的 韩清一在什么地方 因为这里面并没有韩清一 别看这里画真修饰多得很 真打起来不够踏杀的 好 红英少爷果然是光明磊落 来 给红英少爷看座 韩无水见敌九 不亢不卑的抱拳问候 叫了一声好 敌九知道 韩无水为什么要说 他光明磊落 这个地方到处都是 九级困杀阵 一般的人还真不敢进来 一名侍女走过来 要引敌九去就坐 敌九并没有动 韩无水给他看座的地方 是最下手 既不是客座 也不是有座 在没有弄清楚 紧莫霜的处境之前 这种晚辈的座位 敌九可不屑去坐的 韩无水 似乎知道敌九的心思 微微一笑 并没有继续劝敌九坐下 而是缓声问道 红英少爷 可知道自己的处境 敌九淡淡说道 我一个朋友在贵处 我这次来是来接他的 不知道清一仙子 可在 听到敌九根本就没有 回答自己的话 韩无水的脸色有些冷了起来 大殿中一名长老 冷哼了一声 红英少爷 意高大胆 恐怕不会将任何困难 放在心上 倒是坐在 韩无水身边的那名 中年美妇 伸手拦住了那发飙的长老 面带微笑说道 敌九 刚才庄主说的 也不是假话 在不久前 杰星玉玉主表明了 要杀你 还有卓家的卓长庚 和丽家的 丽丽对你似乎也不满 而真玉第一强者 没八扇 更是冷着脸离开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已经被人盯上了 很有可能一走出西站 就会被人斩杀 敌九哈哈一笑 我敌九能走到这里 就不会拒拍那些暗算 我活着就继续修 死了 就拉倒 我来 这里只有一件事 当初我和清衣仙子协商好的 这才将我朋友锦莫霜 交给清衣仙子 现在我希望落冰山 能让我朋友锦莫霜 和我一起走 敌九的声音 有些寒意起来 说话间 背后的天梭道 无风自动 带着一种消杀的气息 寒无水冷哼一声 周身杀气 也是狂暴起来 敌九简直不识抬举 敢如此和她说话 况且 这里还是她的地盘 眼看大战就要爆发的时候 韩清衣急切地冲了出来 她赶紧对敌九说道 敌道友 你不用担心 虽然我没有完成对你的沉默 但是莫霜师妹应该没事 什么意思 敌九的杀意 没有半点减弱 甚至还在增强 只要锦莫霜在这里出事 那就动手吧 她的九九心斗刀阵 早已准备好了 允许 韩清衣似乎知道敌九的性情 她没有迟疑地说道 当初我回到真狱后 就带着莫霜去了鸡家 只是我没有想到 鸡家不愿意 让莫霜在玄机换生拳修养 我连我姑姑的面都没有见到 第二九九章 我们远离此人 韩清衣并没有在意敌九铁青的脸色 她知道她不是敌九的对手 不过在这个地方 敌九只要敢动 就立即会被杀掉 倒不是她好心不想让敌九被杀 而是因为她欠下了敌九的人情 敌九将锦莫霜交给她带走 还给她炼制了顶级的慧杰丹 若是没有敌九的慧杰丹 她很难在小中央世界跨入洁生境 至于现在成为洁生境圆满 那更是不可能 因为这个时间 至少要推后将近十年 作为真欲落冰山庄主的女儿 她养出来了一种傲气 看不起敌九这种小地方出来的蝼蚁 同样的也不愿意做忘恩负义之人 白受一个蝼蚁的恩情 我只想知道 莫霜现在在哪里 敌九吸了口气 背后天梭道的红鹰 已是嗡嗡百动 韩清一平静地看着敌九说道 这件事 我的确是努力了 被姬家拒绝后 我准备去想别的办法 但我带着莫霜离开姬家的时候 突然被一名强者拦住 那名强者要带走莫霜 我自然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没想到 她居然可以短时间地唤醒莫霜 然后询问莫霜愿不愿意和她一起走 莫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同意了她的话 后来莫霜被她带走 敌九没有从韩清一眼里 看出说谎的痕迹 皱着眉头问道 带走莫霜的人是谁 可是她实在是不大相信 锦莫霜会跟着一个陌生人走 韩清一答道 我不认识她 只知道她自称星河老祖 你不要问我 那星河老祖去了哪里 我也不知道 星河老祖 这次惊讶出生的不是敌九 而是寒无水 她站了起来盯着自己的女儿问道 清一 你说 你看见了星河老祖 韩清一点点头 我也不知道 那人自称是星河老祖 说莫霜是她的弟子 所以要带走莫霜 就算莫霜不同意 估计也拦不住那个强者 她是真的很强大 你为什么不和我说 寒无水再次坐了下来 她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锦莫霜是死活 或者是被韩清一丢在什么地方 去了 寒无水自然不会关心 星河老祖出现了 她可不得不关心 寒清一张了张嘴 没有回答 她怎么说 父亲一天到晚都在闭关冲击 遇尽后期 难道她遇见一个人这点小事 也要告诉父亲 坐在寒无水身边的中年美妇 在边上说了一句 清一又不知道 你发什么火 说完这句话 中年美妇忽然面带微笑地看着 敌九说道 敌九 你年纪轻轻修为也不一般 甚至还是一个八品丹王 敌九 平静地看着这中年美妇 既然锦莫霜 被她星河派的开山老祖带走了 那应该就不会出问题 倒是星河老祖还活着这件事 让她有些诧异 我骆冰山 虽比武大鱼略弱了一些 在真玉也是一等一的家族 你一个人在真玉 想要奋斗很艰难 不如来我洛冰山和清一 一起出去试炼一番 除了提升一下自己的实力 也对真玉有更多的了解 对你自己也是有极大好处 听中年美妇说到这里 敌九 总算是明白过来 原来对方是想要让她入坠到洛冰山啊 敌九有些无语起来 莫非她天生就是一个入坠命 从井莫霜到韩清一 都是要她入坠 不过到现在 她也总算是明白了 洛冰山叫她来做什么了 是让她家洛冰山 多谢 我一个人自由自在惯了 既然莫霜和清一仙子没有关系 就此到此 敌九毫不犹豫地说道 她猜测 这应该是洛冰山的小算盘 让韩清一嫁给她那是不大可能的 最主要的是 看她第一轮获得了满分 万一第二轮再获得一些分 她说不定能进入前三 洛冰山将韩清一推出来骗她 无非是万一自己获得了前三 洛冰山将这个生仙名额拿走罢了 哼 不识台诀 一名画针三层的长老 冷哼了一声 一 区区一个小宗门出来的散修 难道不知道 加入洛冰山 有多少好处吗 就是洛冰山藏经阁的法计 就够你看一辈子的了 在洛冰山这些顶级势力的眼里 小中央世界九星宗门出来的弟子 也是散修 敌九停了下来 对这名画针三层长老说道 哦 既然这样 为何第一是我 洛冰山的天才在何处 得到了多少分 韩清一沉默不语 第一轮真欲天才比 她获得了61分 排在31名 不要说和敌九这个第一比 就是距离前十 也有十分的差距 这就是我奇怪的 你区区一个散修 全能获得第一 让我看看 你有什么古怪 这画针长老 忽然一步跨出座位 抬手抓向了敌九 他洛冰山 今天就是气了敌九 敌九也没有地方去跳天 寒无水面无表情 连洞都没有洞 更不要说是劝说了 敌九身上有秘密 没巴善都想要 他一样 想要获得这秘密 敌九可不是他们绑架来的 而是邀请来的 就是出了什么事情 也和他 洛冰山没有什么关系 最多找个人 易容称敌九 走出去消失而已 让大殿中所有人不解的是 洛冰山这名画针三层的长老 抓向敌九的时候 敌九嘴角反而 一出一丝讥讽 然后转身就走 韩清一差点要揉揉自己的眼睛 不仅仅是韩清一 所有的人 都想要揉揉自己的眼睛 这红英少爷自大 他们都清楚 如果不自大的话 也不会在洛冰山的底盘 说话如此嚣张了 可再自大 也 碰 敌九反踹出一脚 然后一道黑影道飞了回去 直接撞向了韩无水 韩无水 好歹也是一个预警强者 他来不及震惊 洛冰山画针三层的长老 为什么被敌九一脚踹回来 赶紧抬手想要 抓住这名长老 哄 狂暴的炸裂在韩无水身边 炸开 那名中年美妇 赶紧侧边退走 敌九的声音 此刻才传来 你洛冰山 如果敢再激怒我 我会去洛冰山 将洛冰山 在真语除名 噗 一道血剑喷出 直到此刻 那名偷袭敌九的画针三层长老 才跌落在地 刚才韩无水没有抓住他 韩无水一脸震撼地 看着自己周围 被真语炸裂的一切 思维有些空白 敌九那一脚 并不是直接踹向他的 他竟无法将敌九踹 向韩其长老身上的真语力量划去 然后抓住韩其 这个实力 一道冷汗 从韩无水背后渗出 也就是说 这个实力完全可以战败他 好在 他是在驻地间的敌九 外面还有九级困沙阵 让敌九不敢造次 韩无水刚刚想到这里 就再次听到 接连几道咔嚓 咔嚓的声响传来 他脸色苍白起来 九级困沙阵 就这样被敌九随手几下 直接撕裂成为虚无 如果打起来 落冰山用九级困沙阵 困住敌九的想法 就是一个笑话 庄主 韩其长老重伤了 这敌九太可怕 终于有一名长老反应过来 惊声叫道 不用这名长老说话 所有的人都不是瞎子 敌九的实力 明显不比他们落冰山 最强的寒无水弱 甚至还要强 落冰山得罪这种实力强者 人家说铲平落冰山 并不是说假话 好强 寒无水终于平静下来 他张手 抓出一柄椅子坐下 喃喃说出了两个字 敌九强不强 他最清楚 隔着韩其 他也能感受到 那一脚的可怕 可怕到他无法抵挡 他的领域 在这一脚下 就是一个笑话 嗨嗨咳 韩其再次咳嗽了几声 吐出几口血块 脸色苍白 眼里带着一丝惊恐的说道 庄主 我为落冰山惹下大祸了 敌九转身漫不经心的一脚 他就无法躲避 这岂止是厉害 哪怕是庄主 也办不到 更可怕的 哼 他在敌九那一脚中 感受到了一种空间的力量 这太可怕了 可怕到他不敢说出来 那中年美妇也缓过神来 他的座位同样被敌九那一脚 爆裂 此刻 他也是取出了一柄椅子 坐下说道 韩其长老 你坐起来慢慢说 只要我们不继续触怒此人 我相信此人不会去灭我落冰山 是 韩其吞了两枚丹药后 爬了起来 两久后才说道 庄主 敌九那一脚 我根本就生不起来躲避的念头 或者是说 根本就没有资格去躲避 这还是他漫不经心的转身后的一脚 若是 他想要杀我 我怕是已经死了 轻衣 你和敌九接触时间最多 你说说看此人 寒无水冷静下来 他知道自己 必须要做出选择 韩清一这才中震撼中清醒过来 他吸了口气说道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还是一个蝼蚁 我可以轻松碾杀他 随后 我就再也看不透他了 似乎一次比一次平凡 可我却有一种高山羊脂的感觉 永远也爬不过这座山 寒无水 深深地吸了口气 看着众多的落冰山长老说道 此人我落冰山 不要再碰 这次真欲天才战 绝对不会就这样平平淡淡地结束 我肯定最终生仙城会血流成河 有些势力 恐怕会烟消云散 中年美妇忽然说道 庄主 我们是不是可以真的将轻易说给他 寒无水摇了摇头 敌九再强 恐怕 这次也走不出生仙城 我们远离此人 不和他结仇 也不要和他有半点瓜葛 第三百章 说说你的故事 一名勾搂着背的男子 刚刚走到甲字七号洞府外面 就看见敌九从洞府中走了出来 他有些愣神 敌九怎么可能出来的 他因为慢了一步 没有拦截到敌九 敌九被落冰山的人带走了 落冰山自然比不上梅一遇 可也不是简单的存在 他没有敢自己冲进落冰山 在问了狱主后 他第一时间来到落冰山 想要带走敌九 理由都有了 那就是敌九作为真育天才大比的 第一 他来邀请敌九 去参加真育天才第一轮比赛后的庆祝宴会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刚刚到落冰山的驻地外 敌九就出来了 难道落冰山没有逼问敌九身上的秘密 红英少爷 我找你有些事情 不知道可否借一步说话 勾楼被男子很快就缓过神来 对敌九温和地说道 你是谁 敌九的神念落在这名勾楼被男子身上 他十一级神念 很轻松 就看出这勾楼被身上有一道静止 这道静止应该是掌控静止 一旦勾楼被有任何反抗 下 这道静止的人 就可以让勾楼被灰飞烟灭 我叫狗伤 勾楼被与其宫颈 既然如此 那就带路吧 哪怕狗伤的杀鸡隐秘的极身 在敌九十一级神念之下 依然是无所遁形 这个狗伤欲经一层实力 敌九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他也想知道 是谁在背后对他下手 狗伤愣了一下 这敌九是一个浑人吗 否则的话 怎么可能这么轻松 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他还准备敌九不同意的时候 强行碾压住敌九 然后带走敌九的 现在 他连气势都没有释放出来 敌九就让他带路了 怎么 不想带路的话 我回去睡觉了 敌九哼了一声 狗伤回过神来 赶紧说道 红鹰少爷请跟随我来 狗伤想的是 万一敌九不愿意离开生仙西战 他依然是要用墙 只要将敌九带出了生仙西战 那敌九就 任凭他搓捏了 可是敌九连考虑都没有考虑 就跟着自己离开生仙西战后 狗伤是真的伤了 他很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敌九这种修饰 还能活到现在 随即狗伤发现 让他不明白的 还不止这些 他向生仙城外走的时候 敌九依然是跟在他后面 直到他出了生仙城 敌九也是跟着出了生仙城 你可以走快点了 以你这种速度 什么时候才可以远离生仙城 找一个别人神念 扫不到的地方 出了生仙城后 敌九终于忍不住地说了一句 狗伤身体一顿 他抬头 用茫然的眼睛看了看 敌九 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凌乱 这是什么跟什么 不是敌九不愿意走 被他压着走吗 怎么成啊 他走不快 被敌九鄙视了 好 我老了 还要出点力气才能走得快 狗伤说完这句话后 身形彻底化为了一道影线 他不知道敌九哪里来的胆量 不过既然敌九有这个胆量 那就必定会跟在他后面的 半个时辰过去 狗伤停下来后 震撼的发现 敌九就停在了 他不远处 你 狗伤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惊骇 盯着敌九心里 忽然有了一种忐忑 他真的可以做掉敌九 敌九往前走了 几步 狗伤下意识地退后了几步 随即他就明白过来 自己不应该退后 狗伤 是谁派你来杀我的 敌九停了下来 有些无语地看着狗伤 你知道我是来杀你的 你还和我一起出来 狗伤不解地盯着敌九 他绝对不相信 一个不到两百岁的修士 能是他的对手 敌九呵呵一笑 你区区一个欲镜一层 体内还被人用毁灭 禁止禁锢住 也想杀本少 我倒是想要问问你 你到底有什么胆量 敢引本少出来 狗伤彻底地在风中凌乱 从敌九跟着他出 生仙息战开始 他心里就有一种感觉 敌九应该不是那种 白痴才是 现在他终于明白 白痴的是他自己 人家连他的实力 和体内的禁止都看得出来 若是说敌九打不过他 他自己都不相信 见狗伤沉默不语 敌九再次说道 若是你老实交代的话 我倒是可以考虑 破开你体内的禁止 让你自由 若是你不愿意说的话 那就别怪我动手了 至于你是谁派你的 你这种狗熊样子 估计随便找个人 就可以问出来 狗伤听到敌九的话 不但没有了斗志 眼里反而露出一种 挥败的悲哀 喃喃自语道 我是一条狗 我是梅巴扇的狗 他要我咬谁我就咬谁 我本来就是一条狗 似乎感受到 自己今天再也没有了活路 狗伤受到后面 似乎触动了内心深处 那最后一丝自尊 哈哈大笑起来 笑到最后 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原来是梅巴扇这王八 敌九知道梅巴扇 听说这家伙是真玉第一强者 欲尽九层实力 更是梅一玉的玉主 好像这次真玉天才大比的 第三枚之云就是他的儿子 你错了 敌九忽然打断了狗伤的狂笑 狗伤终于从那疯狂中清醒过来 他又恢复了茫然的眼神 看着敌九 我哪里错了 敌九呵呵一笑 你不是一条狗 因为你连狗都不如 狗还可以自己找骨头吃 你可没有这个资格 对 我连狗都不如 狗伤再次喃喃自语起来 以往主人让他咬人的时候 他只要冲上去咬了就好 因为每次他都可以咬到 当他发现自己要咬的人 远远强于他的时候 他内心的支撑终于崩溃掉 说说你的故事 若是可以让我起一点同情心的话 我倒是可以考虑 为你解开体内的禁止 敌九淡淡说道 不是敌九想要做好人 而是他感觉到狗伤是梅巴扇 强行拒进的 若是能将狗伤拉到他这边 将来暗算梅巴扇的时候 也多了一个帮手 梅巴扇欲尽九层实力 又是真玉第一强者 敌九还真的没有把握 可以正面硬汉这家伙 一旦他将狗伤发展 成为他的合作者 那暗算梅巴扇就多了几分把握 在真玉这个地方 只要做掉梅巴扇 敌九相信别的人也威胁不到他 狗伤摇了摇头 我的禁止你解不开的 除了梅巴扇 没有人能解开我的禁止 今天杀不掉你 我也没有打算活着回去 因为回去也是一个死 敌九哈哈一笑 狗伤 我看你是被人叫狗叫的时间太长了 连最基本的脑子都没有了 我既然能一眼就看出你的禁止 甚至还能看出 你的禁止是石海元神和丹田的牵连禁止 我就可以解开你的禁止 你 狗伤震撼地盯着敌九 能一眼看出他的禁止 是从元神开始下的 这要有多强的神念 他肯定 就是梅巴扇也没有这种实力 愿不愿意在你 若是你还不同意 那就拉倒 本少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你啰嗦 敌九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狗伤长叹一声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落冰山的寒无水 可以让你从容走出甲子七号洞府了 那是因为他没有能力留下你 你又说错了 不是他没有能力留下我 是我心善 还没打算将落冰山所有的人都杀光 敌九呵呵一笑 狗伤点点头 他相信敌九的话 敌九没有再说 他在等着狗伤开口 过了足足两三分钟时间 狗伤这才说道 在真狱本来第一大狱叫着昆一狱 昆一狱的狱主叫着绝月勺 他不仅仅是昆一狱最强者 也是整个真狱的最强者 有一天 一个叫着梅巴扇的修士来到了昆一狱 他说来自真狱梅家 他得到了一枚七色盘桃 想要送给昆一狱的狱主 敌九感叹 这梅巴扇可真舍得下本钱啊 别看他身上还有几枚七色盘桃 事实上七色盘桃这种东西 是可遇不可求的 他身上的七色盘桃 其实橙色并不是特别好 因为是新术 同时也被移栽过 任何一个修士 特别是年龄大的修士 对七色盘桃 都是没有抵抗力的 梅巴扇这个礼物送的 让人无法拒绝 绝月勺并没有怀疑 因为昆一狱实在是太强了 他召集宗门长老 一起欢迎梅巴扇的送桃 狗 商言里闪过一丝痛苦 当宗门长老全部聚集在大殿中后 梅巴扇打开了玉盒 玉盒里面是一枚桃子 可那不是七色盘桃 而是静月桃 不好 敌九下意识地说了出来 别人不知道静月桃 他太清楚了 这种桃子的价值 比七色盘桃要珍贵多了 世界书介绍 这是一种蕴含了一丝 时间法则的灵果 就是在仙剑 也是等级极高的东西 这种桃子 可以让人感悟时间神通 至少 不是他这个等级可以接触到的 但是初次见到静月桃 会有一种错觉 就好像自己跨入了静中一般 陷入一种时间的遁制 静月桃的名字 也是来自这个 化为静中之花 水中望月的意思 狗商没有在意敌九的话 他自顾说道 在看见静月桃的那一刹那 包括狱主在内的所有人 都陷入了遁制 梅巴扇 突兀动手 在短短的两夕时间 杀完了整个昆役域的强者 那梅巴扇 为什么没有事 还有你又是谁 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狄九盯着狗商